賴清德下跪了 而且還連顆好幾個頭 能讓他這麼做的 只有台南市民 剛剛有安排 那我們一定會盡我們最大的誠意 來表示我們的感謝之意 賴清德兩天一夜 台南震災感謝之旅 週四 週五跑遍雙北各大廟宇 所到之處幾乎帶來旋風 白髮大姐應急 就是要站在賴清德旁邊 最後賴市長更上一層樓 保安宮特別準備蛋糕為 57歲的賴市長慶生 但北台灣的市民 最希望的還是 表情鎮定 不讓大家看出情緒 台南市長任期即將借滿的賴清德 一舉一動都受矚目 光是6號一整天 跑了北市七間廟宇 平均待上50分鐘左右 只是這些地區幾乎很大 都是北市綠營票倉 不禁讓人聯想 有意在2018挑戰柯P 柯P其實他是一個醫師 他也認真在做事情 也許目前有一些地方 還沒有看到成果 但是我們對他有信心 不必想那麼多 這個人家有捐錢回來說 謝謝也是應該的 理長在會中還 鼓他選台北市長 這還好 這實在很難回答題目 賴市長揮軍北上視察 柯市長老神在在 兩人高來高去 不到最後一刻 絕不輕易掀開底牌 記得楊齊號裝良號 SNG小組台北報導